大家好,这里是轻电科技 去年我们体验了充电器大厂Anker的真无线蓝牙耳机Liberty 2 Pro 当时它的音质表现大大超乎预期 可以说用实力证明的声阔这个品牌并非Anker的王票之作 不过运动风格的造型和定位会让不少喜欢常规造型的朋友们错过它的好音质 声阔应该也是听到了大家的呼声 于是最近我们迎来了全新推出的Liberty L2 Pro声阔降噪叉 这款耳机或许是你入门真无线耳机的最佳选择 声阔降噪叉在外包当上延续了整个产品线的风格 比较时尚酷炫 这是声阔首款支持主动降噪的真无线耳机 提到降噪耳机 大家应该都想到了苹果的AirPods Pro 别急 咱们今天要正面对比的正是它 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 声阔降噪叉充电盒拿在手里就像一个小巧的手工罩 不仅仅是起机像 触摸的手感也很像 一句话 光滑细腻 类服制的涂层让整个充电盒的手感非常舒适的同时 也更加耐张看滑 对比抛光亮面的AirPods Pro充电盒 我更喜欢这种材质 外壳上新兴点点的仿石料设计 配上声阔系列的音符标识 给声阔降噪叉 加上了几分文艺清新的气息 开盖方式沿用了滑盖式 滑轨的做工相当不错 滑动阻尼均匀顺畅 拿到手的时候我握着它来回滑了一个下午 可以说是买耳机送解压神器了 打开盖子取出耳机 这就是声阔降噪叉的本体了 拿来AirPods Pro对比下 两者在设计语言上差异明显 虽然上方的音圈部分体积相近 但下方的芯片和电池部分 声阔降噪叉比AirPods Pro大了一圈 看来声阔更倾向于为用户提供尽可能长的续航 具体续航表现我们后面再说 材质方面先比AirPods Pro单一的抛光亮面塑料 声阔降噪叉混合了两种材质 贴近耳朵的部分是轻敷抗油脂的内肤质 最外面则是哑观亮面的 这个设计在彰显个性的同时保障了舒适性 虽然这次主打的升级是降噪 不过我知道你们还是更关心音质 毕竟这才是一副耳机的本分 那就让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它俩的音质听感吧 我选取了几首男声女声电子乐和交响曲 来体验声阔降噪叉和AirPods Pro的音质区别 我的主观体验是声阔降噪叉在低音表现上 和AirPods Pro拉开了相当明显的差距 人声方面解析更清晰 这应该是得益于声阔的10层高硬度振膜加持 而器乐方面凭借更优秀的低频表现 也获得更好的临场感 以上听感都是建立在默认EQ的情况下 声阔降噪叉有配套的APP 在这里你可以进一步调节EQ来提高听感 还可以通过Here IP功能 让发声方式更符合你的耳朵 如果你是一个电子乐摇滚乐爱好者 喜欢震撼的低音 那声阔降噪叉绝对能颠覆你对千元无线耳机音质的认知 接着要对比的就是重头戏降噪表现 主动建造的核心方法是相位抵消 也就是让耳机发出和环境噪音正不相等相位相仿的声波 那么想要获得好的降噪效果的前提条件就是尽可能捕捉环境噪音 声阔降噪叉为此配备了两个降噪麦克风 一个捕捉你耳朵外面的噪音 一个收集耳内的噪音 理论上可以获得更精准的降噪效果 实际体验 声阔降噪叉在开启降噪后能抵消大部分的环境噪音 降噪水平与AirPods Pro相当接近 在App内还可以设置针对不同场景的降噪模式 你也可以脱离App通过长按耳机 或者通过桌面小组件来切换降噪模式 这一点想比AirPods Pro更方便 毕竟有降噪耳机虚逐的人不一定喜欢用iPhone 续航方面我也做了简单的测试 在充满电开启通勤降噪的情况下 51%音乐连续播放1小时音乐耗电15% 会比AirPods Pro更优秀 官方宣称着搭配充电盒实现26小时续航看来所言非虚 这么看增加的体积还是相当值得的 深阔降噪舱支持两种充电方式 想要快速回血可以插入Type-C用有线充电 15分钟就能提供3小时的续航 到了公司混底星时还可以随手放到无线充电管上慢慢回血 最后总结下深阔降噪舱的特点和不足 作为深阔首款真无线建造耳机 深阔降噪舱在进一步提高音质表现的情况下 做到了持平AirPods Pro的降噪表现 同时拥有更长的续航 设计上相比市面上各种像素级资金 深阔也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设计 这些都可以看出深阔做好音频产品的信心和决心 总体来说深阔降噪舱非常适合对音质和降噪有一定追求的年轻人 考虑到价格 除非你有严重的iOS生态依赖 否则它就是千元价位最强的真无线降噪耳机 不足的方面 我个人认为深阔降噪舱在设计上还是有点过于倾向续航保障了 在如今的环境下其实大部分人都已经很久没有长途旅行的需求 如果可以的话 我更希望深阔能就这个设计推出一个迷你版 还有一点就是不支持多设备连接 虽然切换匹配的速度并不慢 但对于上班族来说 如果能同时配对手机和办公室里的电脑 可以让日常使用更加得心应手 希望深阔后续能把这个功能做出来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期视频对观望无线耳机的小伙伴有所帮助 这也是清剑科技我们下期再见